嗨 你好 我在Facebook上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政府的權力和統治基礎是來自什麼 我想講一個少少的歷史給大家聽 然後分享一下大家怎麼看這個問題 我們在祝楚其實是所謂hunter gatherers 即是我們一方面是捕獵 一方面是採摘食物 我們會採摘野果或者掘一些根 我們把根掘出來之後就煮熟來吃 如果可以捕獵一些小動物或者大動物 我們就可以抬回大本營 每天晚上就敲熟來吃 所以我們仍是hunter gatherers 我們基本上就會有一個campsite 其他時間就會因為氣候 然後那個季節就會不停耐用 因為這樣我們所有的財產 我們能夠有的東西 只是我們身上可以帶的東西 所以一般來說都不會有很多財產可言 可能會撿到幾個海邊的蜆殼很漂亮 轉個洞掛在頸上 又或者我有一枝矛頭 有一枝矛頭就用一些石仔做出來的 一些石器時代的矛尖 或者婦女們可能利用一些藤 這些就是我們人類能夠帶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來說 所謂的產業財產的概念 就不太強 到了人類開始奸躁 留下來在地上 然後就把種子放在地上 特意有心地灌溉去經營那塊地 這件事大約發生在 一萬年前到十萬年前左右 人類就開始 留下來開始那個所謂農業革命 農業革命就基本上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第一 農作物的收割時期 通常就是季節性 即是說 你可能是辛苦一年 然後你可以在秋季 或者是冬季來之前 你就有大批的收成 你這個收成的需要就是儲起它 然後明年一些用來做種子 另外一些就可能 用來應付這整年的糧食的需要 既然是這樣 變成這些儲起的東西 就開始有一個所謂財產 或者是產業的概念 開始慢慢出來了 而那塊地 我們在上面 是很辛苦的 例如我們可能是平整了 把所有的草拔掉 又或者我們 掘了一些水渠 方便灌溉 那塊地上可能會做到很多事情 所以那塊地 變成了一個財產之一 所以這個財產的概念 就慢慢慢慢開始 所有的事情都一樣 如果是有人做了一些事情 另外一些人就會說 如果我去偷或者搶 那我就不需要這麼辛苦 去整年勞作 這些現象 在任何社會都有 就算我們推回去 五萬年前 十萬年前 我很相信 這些人都會有 有些人是希望不勞而窩 或者是想容易些 得取他們的東西 既然如此 換句話說 到達的傳統 農民們 於是 就需要好好的保護自己的東西 第一 就要 最重要的糧食 糧食 不要被人全部偷了 或者是全部糧食 餵壞了 第二 他要保住地 所以 開始 有些人 故意 大部分時間 做一個 保護工作 其實自從農業開始 我們的食物 不是再是 今天收拾到今天吃 天天收拾到天天吃 我們開始有些所謂的儲備 我們不需要人都去摘食 我們可以 譬如一家人 一家十口 有八、九個人 去種田 有兩、三個可以 專責其他東西 譬如 就算是 Hunter Gareth 我們知道 這些老人家 我們人類比較年紀大些的人 我們都很照顧他們 因為 他們會幫我們 看著火 因為 火對人類很重要 又或者幫忙 籌小朋友 所以 就 開始 所謂 specialization 開始 專業化 到我們間鎖期間 我們都發現 很多農具 都很窄 換句話說 已經有人專門做農具 無言中 有些人會專業 慢慢變成了 做保安 看著財產 這個組織慢慢越來越大 發覺有開始的人說 如果我帶了其他人 我帶了一群人 走去另一個地方 搶別人的東西 把別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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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自己 你的財產便多了 這就是五千多年前 所謂皇國的開始 其實所有皇帝 基本上就是一個強權的人 他霸了個大地 之後 一說 這是我的 你們人人在這個地上做事 做什麼都好 你都要向我供權一部分的錢 或者一部分的糧食之類 他有大堆打手 就是軍隊 於是你不聽話 我就找軍隊打你 或者殺你 之類 那些人不聽話 不可以 於是就開始有些所謂皇帝 或者是皇朝出現 這件事已經是五六千年的事 已經我們人類 一直都在不同種種的 Empire 情況之下 一直出現 直到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那些平民發言 其實平民的農夫之類 是大多數 那些人 只有一些小部分人 利用他們的軍隊 或者是暴力 要脅我們做事 我們在一起反抗 我們反抗得到 所以開始有法國大革命 那些革命出現 革命出現之後 皇帝作為那塊地的統治者 這個概念被人推翻了 我們現在還有了所謂的民主時代 在民主時代 我們就說 我們選一些有能力的人出來 做我們的領袖 然後幫我們 做了一個政府 這個政府幫我們做一些事情 我們個人沒有能力做的事情 在中國的例子 就是我們那兩條河 中國那兩條河 一條是長江 一條是黃河 黃河 黃河叫做黃河 原因是 黃河有這麼多沉積物 帶著走 所以河床很容易慢慢淤塞 一淤塞之後 河道就會改路 因為水要走 那你那裏走不到 就隔離就走 所以在中國來說 那個治水 幾千年來都是大問題的了 所以 我們中國人就需要一個 強權的皇族 或者皇帝 他們就要 拿大部份的時間 去治水 今天幾千年治水以來 今天我們黃河的特點就是 黃河的河床 其實是高過周圍的農田 這個現場很有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一直做的治水 都是 邊度淤塞 我們盡量挖 挖不了那麼多 唯有就是 起高堤壩 防止河水 衝去農田裡 所以 我們從來都是在黃河周圍 一不停地加堤壩 加高加高加高 一邊加高 一邊下低的 愈膩愈膩愈膩 愈膩愈膩愈膩 愈整愈膩 結果我們今天 中國的特點就是 我們黃河的河床 是高過周圍的農地 又好又不好 好處就是 我們灌溝很容易 因為水位高 我們挖個洞 那些水會流出來 但不好處就是 如果黃河一旦衝斷 我們有大片的農地 都會掩蓋了 所以 極以來 中國可以為成一個 很強勢的黃族 這個黃族基本上的作用就是 幫我們 做一些我們單獨做不到的事情 譬如要治理黃河 我們不是幾個人 十多個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一定是要看完整盤 要說千萬人 千人萬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政府的責任就是 做一些我們單獨做不到的事情 現在問題回來了 到底一個政權的權力在哪裏呢 以前的權力是基於武力 即是說 我手上有兵 我霸著這塊地 這塊地上面就當作是我的 同一時間 因為我手上有兵 也會避免其他旁邊的 那些強權者 即其他皇帝 來侵略 而很多時候 皇帝的作用就是 不停擴展邊疆 即是搶別人的東西 搶地方 而當地的人 就會被他徵召 去幫忙打仗 然後打到回來 當然 會分一些給大家 那些國家 如果富強的話 但今天 我想用這個強權 用武力去搶野的方法 已經是在國際上 不接受的了 所以 所謂政府 作為一個保護者 以及作為一個 幫我們搶別人的 這個角色 應該開始慢慢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要想一想 到底我們現在認為 一個政權 他統治的根基 是來自甚麼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既然現在 政府 應該組織上來 使我們做一些 我們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如果 政府 可以做到 一些 所謂普通百姓做不到的事情 而又能夠給予 普通百姓 一個 生活的條件 我們中國經常說的 就是國泰民安 可以提出 你的感覆 會是這樣 我覺得 這個政府 可以有 權力 去統治的地方 那個權力 不再 就是我的意見 不再 是因為 沒有力而得回來 而是因為 這個政府 事實上 可以在 這個土地上面的人 是得到 一個 好的生活 中國共產黨 在毛澤東時期 完全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 我們那時候 應該爭取 推翻毛澤東 但是自從 鄧小平開放了中國 之後 我們這三十多年來 中國的發展很厲害 當然 中共有很多事情 都是做錯的 例如 我要離開香港 就是一運六四 因為我根本 不能接受政府 殺戮自己的人民 但是 如果從大體來說 今天那個中共 應該是幾得運心的 所以 如果我們要爭取民主 我在其他地方 講過 現代西方的民主 由它本身的流鼻 我也不知道 最終 政府的形式應該是怎樣 但是 我覺得 香港的市民 現在應該慢慢 正心下來 你要表達的事情 已經表達了 現在應該是 香港社會 可以 回復一個平穩的生活 大家好好的到日子 其實 人民要求是甚麼 其實人民要求是 可以安居樂業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我希望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這個看法 如果你覺得對 可以說 答一下 給我知道 覺得我不對 也歡迎你批評一下 其實就是 只是拋住忍辱 希望有些 大家想想 OK 拜拜